大家好,我是Stan 2022年5月2号出道的Lisrappin 在发表的两张专辑都爆红后 名副其实成为了代表四代的女团之一 而2023年1月25日 Lisrappin在日本发表了出道专辑的主打歌 日文版Pureless 而在发表第一天就创下了13万多的专辑销售量 目前为止累计销售了22万多张 并且也连续四天拿下了Olicon Chart排行的Eway 创下了非常成功的出道成绩 而除了日本出道成绩之外 日文版Pureless的MB 因为与韩文版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以5位成员的声音录制的 日文版Pureless与韩文版的差异 首先开头部分敬畏一样 当然韩国是黑白 日本是Pink Pink 黑白黑白练习室与世外 Pink Pink的美发店 赛车女郎风格 Pink Pink空拍机 镜子里的自己在变身 使用滤镜的自己 以黑为主的黑白 全白 结尾进入高潮的韩国 结尾进入沉浸的日本 风格真的完全不一样 对此韩国一位网友分析说 日本普遍不太喜欢 非常强烈的女团风格 所以日本版一开始是 明亮可爱的风格 但是到后面的话 就会变成全白简易的风格 实际上 看韩剧的日本海报的话 也能知道 日本确实是喜欢 比较Pink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日本MB确实是 成员们看起来更漂亮 很像美剧《沟中生》的感觉 两个版本都喜欢 听完那个分析后 我觉得确实是蛮有道理的 不过Pink Pink的 里斯拉平确实有点冲击 但是日本的Pink Pink风格 跟歌词有点不适合 确定的是 韩国跟日本的取向 真的很不一样 不管哪一边都好漂亮 希望在日本也能超级大发 所以 Pureless的韩国版本 跟日本版本 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等一下 如果说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喜欢的话 今晚睡觉会梦到我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太色情 受到抗议后 进行改良的面包 现在看起来是很平凡的 热狗面包 之前到底是什么样子 导致被抗议很色情呢 嗯? 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将手机放在 奇怪地方的Momo 明明是两手空空的Momo 来的时候明明也是空手 但回去的时候 却拿着手机 也不像是放在口袋里了 也没有拿着包包 到底是放在哪里了呢? 不过其实我能理解Momo 因为我的手机在 但是真的没错 都必须现在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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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a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